在生活中,我们不乏听说,某人突然就戒烟了,然后不久就传出他患病甚至患上肺癌的消息,这不免就容易让人将患病、死亡与戒烟联系起来。 毕竟这两件事发生的时间渐额得太近了,于是,在吸烟圈子中就广为流传着一个传言,吸烟多年,身体已经适应了香烟的存在,一旦戒烟,身体机能就会失衡,从而患上各种疾病。 这种说法看似合呼喽体,那么,真相是怎么样的呢? 流言一,戒烟后生病,戒烟会以发一些阶段症状,这是很多饮品在戒除后,都会出现的正常现象。 戒烟的戒断症状包括带不幸于,头晕,注意力不集中,嗜睡,胸闷,咳嗽,全身乏力,耐性空虚,情绪焦虑,手足颤抖,坐立不安,心情抑郁,口腔溃疡,感冒等。 一些症状的出现是因为身体在摆脱你骨钉的控制,如全身乏力,手足颤抖等,一些症状的出现是因为大脑在摆脱你骨钉的控制,如顺睡,头晕,注意力不集中等。 一些症状的出现是因为胃部得到了修复,从而将大力排毒效率,如咳嗽,咳黑痰。 这些症状的出现,因为着身体在变好,并不是因为这些,导致了身体机能失衡,从而产生的疾病。 流言二,戒烟后容易会肺癌。 一,很多人都是因为患上肺癌而不得不戒烟的,一些旁观者不明就理,就很容易因为获取信息的顺序颠倒而产生,戒烟后反而患上肺癌的错觉。 二,癌细胞从病变发展到足以被发现的肿瘤,整个过程至少需要五年以上的时间。 也就是说,戒烟后五年内检查出肺癌,都是因为在戒烟前肺部就已经癌细胞病变了,不能将罪责归咎于戒烟。 三,戒烟后,肺癌的风险并不会马上下降至正常人水平,而是需要十到十五年的时间。 四,也就是说,一个人即使戒烟,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内,悲癌风险也要高于常人。 四,一些人因为胸脉气短,长期咳嗽,卡血等肺癌相关症状而戒烟。 这个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患上了肺癌,只是没有进行检查而已。 等病情持续发展,被检查出肺癌时,他们就很容易误会说是,戒烟导致了肺癌。 五,戒烟并不等于杜绝肺癌,因此,戒烟并不会导致疾病,更不会导致人更容易患上肺癌等绝症而短命。 那些传言要么是对戒烟的错误理解,要么是信息误导。 然而,这类人戒烟要谨慎,老年人,非指所有老年人,仅此其中一小部分。 这一小部分老年人因为心影太大了,也对他们来说,是一个精神类戒品,是一个老伙计,若是强行戒烟,忍、胖、熬行事,甚至被动戒烟非自发性,而是被逼戒烟。 如子女相逼,老伴相逼等,这样的戒烟方式,就容易让人产生牺牲感,犹如热痛失去了陪伴自己多年的好友,精神伴侣,若常性如此,就容易导致心情抑郁,而身体机能因为人人无法与年轻人相比,又长期处于抑郁的状态下,就容易使身体出现问题。 这类人戒烟还有一个弊端,那就是失败率提高,由于心也太大,戒烟后就会长期处于抵抗吸烟诱惑的被动状态中,而意志力是有限的。 当意志力消磨待见时,复吸也就是必然的了,建议戒烟前,可以去的戒烟诊所寻求专家帮助,专家会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,让患者正确地看待吸烟这个问题,从而缓解患者吸引,减少戒烟的失败率,牺牲感,复吸率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